这节课我们最重要的两个概念 一个叫Now Hypothesis 就是这里 还有一个叫Alternative Hypothesis 它们下面 就是一个下面是0 一个下面是1 然后Now Hypothesis相当于 一个前人提出来的观点 Alternative Hypothesis相当于 就是一个后人提出来的观点 它是要来挑战这个前人提出来的观点 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前人 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前人当成纽顿 这个后人当成爱因斯坦 它们这两个东西 它们在数学意义上是相反的 题目中就能看出来 比如说你No Hypothesis它是等于 那你这个Alternative Hypothesis它就是不等于 然后题目中你具体要看 它们这两个是什么的话 你还得看这个问题怎么问 比如说你看这里 就相当于提出了一个观点 它是有这么多 然后后人提出的观点 就是说卧槽你没有啊 然后那你这个 那你就是对应的 你这个No Hypothesis和Alternative Hypothesis 就是一个就是等于 一个就是不等于 然后这里的话 它Two-Tel Test 还有这种F-Tel Test 它们考试的时候 第一道题就会问你说 这是哪种类型的 你看这里 Left-Tel Test的话 它这里 小余号 就像左边 那它就是Left-Tel Test 这里 你看右边 那它这里就是Left-Tel Test 然后剩下一个就是 Two-Tel Test了 它们具体对应到图片中 你看Left-Tel Test 就是它这里 你可以根据题目中给你的那些条件 尤其是Level of Significance 它这个就是用1减去我们上级科学的Level of Confidence 它就能得出来 它相当于它是一个小数吧 它相当于你可以把它看成这一部分的区域 然后你可以就是用这个小数 然后呢 用我们那个之前用的用来计算Z-Value和T-Value的那两张表 然后来得出这个Critical Value 它就相当于一个Bundry 一个边界 然后你就是用这里的公式 你求出这个新的Z-Value T-Value和Z-Value 然后如果说你这里求出来 你用这个公式求出来的Z或者T-Value 它能落到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它叫Rejection Region 就是能落到这个区域 或者至少你能到这个Bundry这里 那你就能把那个Now Hypothesis它给Reject掉 对 就是它这里的话 你要证明Alternative Hypothesis 就是这个爱因斯坦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话 你只要证明刘顿提出的观点是错误的 因为你如果说要系统证明 爱因斯坦观点是正确的话 那这个太麻烦了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Left-Test 就是一般就是你在这里 这个Normal Distribution 或者T-Distribution 差不多的东西 你这里有一块区域 然后你落到这块区域的话 你就是用这里的公式求出来的东西 落到这块区域 或者达到这个Bundry 那你就能把那个Now Hypothesis给Reject掉 然后这里Red-Test 它对应的就是右边这里一块区域 然后Two-Test的话 它是两边都有一块区域 注意这里两边这块区域 它们是被二分之Alpha给代表的 然后你一般题目中求出来的那种 用公式带出来的Z或者T-Value 它可能会落到其中一边 然后反正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你落到这个区域 那你就能拒绝掉 然后你落不到 那就不能拒绝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它叫P-Value 它这个概念太复杂了 谁也不看了 P-Value就是 比如说你就是用刚才那个公式 求出来的Z或者T-Value 然后你同样这里 比如说你是Right-Test 然后你P-Value就相当于 这个Z或者T-Value 右边的这一块区域 然后你比如说Left-Test的话 那你就是你这块区域 你就是Z或者T-Value 它左边这块区域 当然这个的话就哪怕你 比如说Right-Test 你求穿了以后你这个Z或者T-Value 它是在这里的话 它比如说你在这 那P-Value也是对应的右边的区域 因为Right-Test 然后Left-Test也是这样 然后比如说你Z或者T-Value 求到这了 那还是你P-Value就是 它对应的左边的这一块区域 然后T-Test的话 就是看你落哪边 比如说你落到这边了 那你就左边了 然后你落到右边了 那你就更右边的这块区域 然后这里的话 它后面会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公式吧 这里的话不要管 反正它也是基本问题 就给你一个P-Value 然后问你说这个是Reject还是不Reject 那你看这个P-Value 它如果说比如说它P-Value是这里 就是你Z或者T用公式带出来是这里 然后P就是这里 那你这个就可以Reject 如果说你Z或者T求到这里 然后你这个P-Value 它就直接比这个面积还要大 那它就不能Reject 这就是这一颗比较重点 题目的话 这个步骤还有什么 PPT和讲义上都有这个部讲 拜拜